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为四现场互动直播节目澳门开港 我是今晚嘉宾主持谭志强 首先要多谢昨天打电话进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朋友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用了4亿澳门元旅公币建设 为什么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还不成功呢 今天请到的嘉宾有四位 第一位是澳门工程史学会理事长胡祖杰胡生 大家好 第二位是工联会尼岛办事处及等制中学服务中心 主任梁明恩梁小姐 大家好 第三位是民众建奥联盟副理事长宋博琪 宋小姐 大家好 第四位是市民联合会副会长陈一平陈先生 大家好 我们的节目也很欢迎大家的市民打电话上来的 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2878-9192-2878-9192 迎光幕上面就看到了 大家也可以在Facebook里面 嘉澳门开网专业的 不过不管 但我们开网之前 首先看看今天澳门的重点新闻 还好一百秒 子安警统制警务警司处副警司李德辉表示 随着统制居住人口不断的增加 当局正在考虑在统制增加一个警司处 加强统制的警务工作 警方表示 注意到巴士上发生的罪案增加 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打击 子安警统制警务警司处 派源到统制花石和湖畔大厦 向社区宣传防止罪案 运输基建办公室表示 作为轻轨的建设和监管部门 一直重视施工的安全 随着轻轨工程全面展开施工 大规模的协调工作和多项工序 将会增加建设的复杂性 稳健法除了继续原格监管施工单位之外 将会定期与劳工局合作 透过举办职安建港座 增加工人的整体安全意识 由生产力气火器转移中心 及某触控合法新浩天地2013澳门服装展 占助协议签署仪式在昨日举行 双方的合作也能鼓励本地设计师 发展具有澳门特色的服装设计 促进区域合作 藉着今次的活动邀请在海内外设计师来澳 加强交流及激发设计师的灵感 助本地时装界走入国际市场 好 回到现场 先看看网上留言区 第一位留言叫Rita Kuo 她说小朋友宁愿回花城公园 都不去中央公园玩 放开了就说 一有新工程 就有新工程公司中标 这是澳门特色之恩 还有CHAN23就说 无所谓 大把钱 还有一个叫做 Mid Atom 就是中秋 有得给你跑步已经很好了 不过最重要的这位叫做 无奈的澳门人说 都挺惨的 停车场入习机 坏了几个月都没人弄 管理在哪里 下雨之后 沙石四处 危害行人安全 还有说 这些威化草兵说 下雨不浸水 已经很好 的确这件事是真的 现在澳门好像 不是停车场 反而浸露面 还有有人说 不倒塌 就算很好 还想怎么办 真的很搞笑 但我们有段新闻片 看看新闻片 浩资超过4亿元的中央公园 是探济具标志性的民生工程 探济中央公园 至去年年底开放大部分设施之后 有居民反映 有部分上盖设备不足 下雨天的时候很难使用 而和休戏区的布局不合理 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 对于这件事 有医院提出书面质询表示 中央公园有浪费公帑 和损害公众利益之严 并认为该建筑属于 责任主体长期缺位 没有相应的公共责任机制 追索负责人和负责任的机构 提请当局尽费解决相关的问题 公务局局长贾里安 在4月份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 自中央公园开放以来 公务部门陆续收到市民 对于公园设施提出多项改善的建议 主要有增加座椅的遮阴设施 指示路牌不足、布局较为分散 设施质量和管理问题等等 已经要求承办商尽快跟进 令各项的设施更加适合市民的需要 目前部分的优化工程已经完成 对于这件事 本台记者实地走访在中央公园 除了主体建筑和园林设计强差仁义之外 同时确实发现和市民反映的一样 下雨时遮蔽设施不足、很难使用 洗手间等部分地段的建筑物出现小幅破损 暂时不会影响安全和使用 进攻一年多的中央公园 仍有建筑废料堆砌在公园内 影响美观 另外,室内游泳池和图书馆 两个大型休戏设施 目前仍处于空置的状态 没有使用 更没有具体开放的时间表 现在听说出一个问题 公务局仍未收职 我问一下胡早杰 究竟是如何收职 设计招标过程是如何 你住在那里 我住在附近 其实未收职 基本上有很多设施标准 当然公务部门也不会断言收职 当然我也想分析整个建筑的来龙去脈 其实一开始有设计 设计当时是被市民参加 到最后出来的结果 被市民说有很多分散 但当中看到设计 可能没有考虑实际的用家 因为两个国有小朋友游戏的地方 中间有足球场 中间有一个泳池 有图书局管 应有尽有 但给人的感觉很灵散 看回到施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政府或是有第三方的监管公司在做 其实很多公共工程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公期的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公共工程 它的进攻但不合格 是的 它是希望在一个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 但可能就会丧失了一些质量 当然这个质量是一个安全性的 我经常很强调 结构性的安全 大家一定是要进手的 但有一些小搜小捕 因为现在很多市民看到一些很少的东西 当然这也是一些缺陷 所以变成在一个工作完成之后 到现在仍然在执行一些所称的缺陷 那些东西仍然在执行 而且有一些当时规划做的永治 听说好像不符合澳门本身的规例 到现在都没有开放到 卫生问题 以及一些日常市民所使用的 直接使用的 比如停车场 入闸机 付费机 这些没有用了很久 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市民对这个切身的问题 就是即时有个反应 当然了 刚才我说到现在未收职是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我也想知道 当然我一定可以 我有一个人肯定知道问题是哪里的 就是梁明一梁小姐 听说整个公园有分三个 三个不同的部门管 但是由于公务局未收职 现在就变得散烧热闹 是不是这样 其实就中央公园这个情况 应该是说我们一直 坦制的居民 过往使用的 的而且确实就是 花城公园的那些 是很受欢迎的 而一知道政府 在一个坦制区段 有这么大面积的空间 去设立一个综合性的公园 是的 真的很罕有 亦是很期望里面的东西可以互补 我们经常说要互补 但奈何就是刚才 好像胡满程师所说 为何它的布局会这么奇怪 就算是同样一个功能 好像儿童入戏区 我本身也是妈妈 儿童入戏区 为何我去两边的角 玩的东西完全一样 那其实作用又何在呢 以及就是说我们也有很多 一些长者 都很喜欢用现在的健身器材 但是它是很分散的 分散之外也很浪费了一些空间的使用 亦是匪夷所思 第二件事就是说 它的 如何刚才说是三个部门呢 其实公园里面 现在知道的就是 公园和游泳池 将会归属民政总署去管理 而图书馆 亦都是我们一直都缺乏的东西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或者知道我们的图书馆 只有在官也佳那间 只有坐得两个人的图书馆 比老环更惨 老环起码都坐了十多人 是的 所以一个大综合性的图书馆 其实一直都是想要求的 但是都是迟迟文化局 都是未能够去使用 一个職未过 是的 第三个就是停车场 停车场同样道理 也是因为政府都想鼓励居民 使用公共停车场 去到监管过往的 街道乱泊车的情况 因为过往哄试都有这个现象 到中央公园的停车场 一开放之后 其实很多居民都使用 因为它免费使用 是的 到后期的12小时 那问题是烂了个闸 现在烂了个闸 烂了个闸 我们所知 就是因为之前有人出车的时候 撞烂了 撞毁了 市民就是 到现在还未免费 因为它要走法律程序去做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行政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其他硬件配套设施 就是刚才提及过 为什么自动收费机全部会同步 写多部呢 另外就是说 那个闸门 一多两车两两一经过的时候 就会自动单机 单机 是的 而第二个就是说 停车场现在变了六个小时 收费之后 市重率也很高 因为交局都同步 把周边街道的停车 麦标位都变成不容许泊车 那居民不想罚款 那自然就找停车场 但是他现在又来安装这些感应器 那又一次过就围封了第二场的停车场 的多个车位 那我们会觉得 为何这些东西不是你当时 未开放的时候 你确实已经要布局 去做 我们汪雲局长的单位一向都这样 不杀到来都不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觉得 整个使用上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何三个部门 都到现在这一刻 都不能够正式收到那个 接管的权限 原来去做改善设施 因为这方面 民主也都真的听到我们民间的意见 例如我们刚才说的 音棚没有 真的不能遮蔽的时候 他们都立即处理了 现在你们会看到的一些 遮蔽去挡 也都之前都说 把石椅是热到去煎蛋的 那它也都将会在上面 加建一些木栏去散热 去到人可以坐 但其实有很多角力的问题 都会对这个公园 是会失望的 但失望之外 其实更加居民期望的 就是全面去使用它 这才是我们见到的东西 尤其是刚才所提到的泳池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整个陈仔是没有一个公共泳池的 即是公共露天的泳池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其实都期望这个泳池 只有加莫泳池和奥林匹 两个而已 但都不是露天 不露天 你要曬的话 你就要过竹湾 或者是叉沙 是的 变靠 加莫那些都有少少可以曬 但是这个变靠 居民都期望这个泳池 但又奈何去年的暑假失望了 今年的暑假都 继续失望 是的 我想下一个想问一下 宋碧琪宋小姐 你们在那边也是住了 在帮社会拥国务 你觉得这个中央公共 目前最急需要改善是哪些东西 其实对于 刚刚好像胡先生所说的一些设计问题 市民也是反映到 譬如他们做一些神组的运动的时候 有些音乐 产生一些噪音被人投诉 但是这个也是源于它设计的问题 是因为它的设计 令到那些声线 是向两边扩散了上去 是的 导致那个声量去到高层住宅 或者是一些 越高越吵 是的 就会比较吵的 所以这个设计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和民署去沟通过这一件事 其实他们现在也很努力 在做一些補教的措施 例如他们做一些树木 去做一些隔音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是由公务局去设计 最后民署去使用的 他是一个用家去接收回来 但是问题是设计出现了问题 就是他想去回转 再去改善设计的时候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要走一段很长的程序 才可以去到 那导致他唯有 就是用一些比较 紧急或者短期的措施 去暂时 做出一个修补 但是这个会不会 就是令市民很怀疑的 就是说长期如果用下去 又行不行 又不稳不稳阵 所以市民是最关心的 就是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关于一些质量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那些机器 这么新回来 就是那些停车场的 那些停车场的 那些机器 买回来 都没用过 怎么用过 用两用就倒下机 就倒下机 这个质量的问题 市民就会觉得自己 批的公帑 就是用得合不合理 市民是很希望 特区政府可以善用 每一个公帑 就是做好质量的监督 最主要是这两方面 那陈一平 陈先生 你在那边关注这些问题很久 是的 你觉得有哪些东西要快 哪里搞定 是的 其实我每天都使用中央公园 每天都用的 其实我们都看到 刚才宋小姐说的质量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我看到中央公园 其实都已经半年多了 它的设备 譬如好像电梯 其实是有五部电梯 其中只有一部可以用的 四部全部坏了 不知道不开 但是可能 有时就不开 基本上很少看到开 譬如好像它的自动轿闭机 其实我们觉得是挺好的 就是在初步投入 在公共停车场里面 这个是好的 但是在使用里面 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现在在今时今日 它上面的那部机 只有10元的纸币 以及2-3元的硬币 在很多时候用的时候 就不方便 在最近 最近硬币的那部份 我们用了就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封住就坏了 就不可以用 就剩下纸币 其实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这些设备坏了 通常坏了 都是一两个星期 都未有都用的 没人理的 没人理的 对 甚至有时看到 那里有个机械用的 下纸币 谁知道关机 用不了 所以这个真的很错误 还有为什么 那时候买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这些自动交费机 很多时候都会用 接受不同的纸币 硬币 这部机 它是独有的 只接受10元 和几元的硬币 这就很难令人理解 另外就是通风系统的问题 其实我们觉得通风系统 去用的时候 我们觉得比较满热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吸取以前 叫做关闸币的问题 轻件的时候 关闸币也没有 不用吸取 其实如果你问 我觉得问题 应该跟关闸币差不多 是吗 就是copy过来 所以我们觉得很难理解 为什么用了这么大的公帑 去投入使用的时候 设计的方面 为什么仍然都未做得好 我们市民其实都 每天去用 其实都很辛苦 摸衣服才可以进去 我们现在在线上 可以借小姐 借小姐 你好 你是不是经常都用那边 我和你说 澳门的工程 就算它起什么 他们私底下 都是有聊天的 只不过市民是 只眼开只眼闭 但是希望政府 起什么都好 地轻轨也好 中央公园也好 碼头也好 就起到 很难很多 澳门一向都是假材假料 假材假料都不得已 还要是 塞水不抹脚 还要是很多 公帑不知去向洗到 尤其是码头 你说怎么办 由几亿去到 我都不知道多少亿 现在 未封顶 我很害怕 未封顶 是啊 现在这样很害怕 还有个轻贵未出 那怎么办 是这样把公帑都发光 不要紧要我们有钱 我们那些钱 又不用在医院那里 又不用在老人院 又不用在托宜所 搞到家长到处去找托宜所 到处去报托宜所 其实不够的 肯仔现在托宜所是不足的 不足的 不足的 澳门都不足 你整天都是这么多公帑 为什么不用在政经上面 多建托宜所 你给这么多社团的钱 你是否为市民着想呢 老人家不用说什么 永远老人院都不够 而且够也好 你澳门的老人院 现在几千一个月 如果大家都有父母 年老的父母 你又怎样呢 现在我们的电话很多 下面还有一位蘇先生 好啊 蘇先生 蘇先生 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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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其实我自己在一个房间 都很差 我觉得 我听过我的邻居 那些邻居说 原来那些这样的房子 两个月内全都厌了 我想问一下 你一间房子 即是 七栋楼 八栋 七栋八栋 不管是多少栋 你两个月全都厌了 你 你害不害怕 那刚刚也有个邪居这样说 有 那些公帑 这样用 用了去 这样 用公帑不要紧要 浪费不要紧要 但是起码都用了 不是起码 不是说 给你浪费不要紧要 但是你要透明 用了去哪里 讲一句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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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个这样的渠道 给你这样说 每个客席主持 一副道貌案 这样的样子 你看看 逐个逐个逐个跟你说 你看看他们这样的样子 你问了 是不是真的肯定去做事 我不够胆包 这件事 对不对 蘇先生 我们现在来天理报告 我们暂时到此为止 OK OK 好 想问一问梁敏恩主任 这个中央公主任是先天不足 现在后天失调 那就是 那其实呢 就是以前和平后 我们都有向理解 其实当初 他去聆听居民的诉求 究竟那个诉求情况是怎样呢 究竟他的面子去到多少呢 那 而第二件事就是说 究竟他 就是和管的部门 日后管的部门 就是民政总署 或者文化局 和交通局 这三个单位 究竟他们在事前的沟通 和了解有多少 而究竟真正了解了 和听了实体的管部门之后 究竟在设计上 又没有真正感受到 那些管的部门 他们的经验呢 因为很简单为例 你看到很明显的 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 这个毯子的西环桥口 那个单车径 是 你看到整个报局 整个安排 那是撞车径 那又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那个报局和那个范围里面的布置 你看到民主 就是过往这么多年的 公园经验而得出的东西 是 就是很多居民 如果不是因为路程 现在不方便去之后 其实那里的市容量 反而是比中央公园更大 你可以看到 究竟公布部门 你是设计的时候 你究竟有没有去真身感受一下 后面去管的部门 他们的感觉呢 而其实 为什么我们都会 都会有些体量的 就是民主只能够少收少保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公园用口 那么多钱去到用 你不可能说 因为真的不適合而改了 即使我们的以后 在坊间 现在最强烈的声音是什么 就是说有两个儿童区 可否真的变回軟脊 不要再有 再有少少草籽 然后又到 一些儿童的攀爬区域 因为如果我们平时家长 常去就会看到很多泥沙 他又不是学习外国 整个草坯 然后上面有一些硬件 一来早就全部人造草 是的 然后上面是被人爬来爬去的 是的 要么你就学习花城公园 整个都是软隻 然后那些小朋友爬 都不会有危险 这是我们当初一见到公园的时候 最急切 需求希望去完善的地方 安全性很低 是的 所以你看到当初我们最大意见 就是说那些树木 树木的也确实是很多枝 不是很健全的 没有很壮健的树柄 但问题是 它旁边又放了很多支撑物 其实那些支撑物 也容易去击到别人 就是整个公园 我们单单看这一部分 就会感觉到 究竟最把关的设计部门 你怎样去善用那个公帑 去设计一些东西出来 是真的我们用家 是立即可以用到 而不是那么多声音 给完意见之后 然后管理部门 又很无奈地去接管这个树木 还要慢慢收拾 是的 宋碧琪小姐 你觉得这方面应该怎么改善 或者有什么意见 其实政府公务部门 其实对于这个设计 其实它在原先的设计 其实市民很怀疑 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资讯 这个资讯的机制 其实是足不足够 就是有没有去听一下 当区的市民或者是居民 他们到底是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公园 他们的那个需要的需求是什么 那 那 那 导致现在问题出现了 就是设计 设计了出来 不是市民想要的 甚至是市民硬硬 算了 都是享用先 但是问题就是 质量都出现了问题 使市民现在是即时不可以 享受到这个公园的设施 其实我觉得这里 特区政府应该要有一个机制 关于这个问责机制 或者是一个对于这些公共工程 要有一个追索责任人的机制出现 而不是问题出现了 现在少收少报 但是就不用再去追究那些问题 谁是这个责任人 我们先上有位葱太太 葱太太 你好 你是住在那边的吗 有没有用过那个公园呢 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公园 我是看着它建的 那刚开始都不知道那是个公园 我一直在猜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它有一些金属的架子 后来它建成我 都知道那是个公园 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公园的设计 就是很差的 因为它用了很多用钢铁的那种感觉 其实在一个公园里面 你首先想到的是花草 用树木是环保的材料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设计 是不是很好 其实它这个公园里面 还设计了那个什么球场 其实你想那个面积那么小 开了个球场被用之 真的平时公园多少人能用啊 其实很少人能用 我看跑步的人是落着公园的外圈跑 它落着公园的外圈有跑道 那其实跟你在马路边跑不是一样吗 所以我觉得公园它的功能没有出来 按我的理解 它应该叫中央停车场 不应该叫中央公园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现在澳门不是要做什么文创啊什么的 其实讲那个都太遥远了 什么拍电影啊 你就把一个公园弄好 一个成功的案例 作为一个文创的案例不是好了吗 我记得那个前一阵子我去台湾 你在台湾有个日本人盖了一个图书馆 就是一个图书馆 可能图书馆就变成一个景点 因为那个图书馆 那是北投分馆 对对北投图书馆非常有名的 它就是用木头 很多游客去参观 我觉得真是太遗憾了 你想澳门村土村京 当时说是空旷 其实也不空旷了现在 那就那么一个地方 边上的那个豪宅在那边 盖了这么个难看的东西 实在太差了 我觉得还不如豪廷都会里面的中央 一个中庭都比它盖得好 谢谢你 我们现在在线内还有个阳先生 是吗? 袁先生 袁先生 你对中央居有什么意见呢? 我住那里不够200米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博士 你的公演没有? 我有经过 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 但是我带你去用一下 用完工业之后 我请他写一个 豆腐炖鱼头煲 然后加上鱼腩就对了 这点最好处 鱼腩不是我 鱼腩是澳门特区政府 除了所知 花了4亿就搞了什么 加上鱼腩 用头的嘛 炖鱼头的嘛 炖鱼豆腐嘛 散掉了 是吧? 那你现在使用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呢? 除了刚才你讲的 加温说的 打一个呢 集团就不是很紧撞的 一个刚才刚才说的 但是如果是人都不想撞的 但是设计有问题才能撞到的 所以呢 我说他说一样东西 设计每一样的大型工程都好 政府 一定要严肃、认真 一定要严肃、认真 你不要紧的 你用三百万就是三百万 四百万就是四百万 一个亿就是一个亿 或者不得就是两个亿 你报一个送出来就可以了 是吧? 做一些好看的东西 做一件半件 让市民看一下 开个报表 这些就够了 他现在不敢开的 他不敢开的 做什么工程都不敢开的 为什么呢? 就算你没有贪人 政府都在质疑你 你说多少东西的辩护都是没用 是不是? 所以政府麻烦你 就是说呢 你有这些项目的开支 怎样都好 公园呢 对于公公婆婆呢 或者对于我们的 就是从中年人等到老年人 这个家庭呢 都是有好事来的 是吧? 吸收一些新鲜空气 希望呢 政府呢 真的 你注意到每一样东西 都好 真的要三知而有行 认真呢 规划好啊 然后呢 使用的材料又要审批过 然后你另一次性化它 这些问题应该问回胡祖杰 胡祖杰想问一下 究竟现在呢 整个政府审批工程 为什么每一次用了这么多钱 这么贵的东西 还会被人骂到飞起 就不能够 其实贵的东西 应该一起好 大家立即可以用 便宜的东西才慢慢收漏 这个牵涉到好几方面 因为现在澳门所创造的制度 基本上是一个价低借得 而且是一个计分制度 而且现在有一些以往的经验 就是说 当评标的时候 就会看回这间公司 以往是做过一些类似的大型工程 就是在分数上面是有潜优 当然刚才提到 是价低借得 所以变成很多时候 就会去抢标 去抢标 抢标的结果是什么问题呢 可能在施工方面 材料方面 是否用了不同的材料 和之前是否有更改材料 这方面 其实政府 我觉得应该是 将原先所要求工员 可能棕出来的树很漂亮 整间公司和公务公司 都可以拉完 不是这样的意思 有时有些理由可以修改 但是原先设计的树 可能更大棵 或者用种树形 不是现在我们眼见所见的东西 因为当中 我们一看它种出来的树 真的是树苗 如果你真的想遮阴 没有十年 十五年 真的都不会 后来改过几次 亦都相关政府部门 都去巡查过 在树方面 大家看到 是有改进 但是是否原先 就是用一些大树去做 我觉得政府可以去 将原始的标书 或者各间公司 或者中标的公司 所有的项目 是用什么树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开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建设过程当中 在工程上修改的 是很正常的 但是修改是变好 还是变差呢 这方面 是否对日后市民有影响呢 公务部门 刚才的观众有提过 很多东西你做得漂亮 你做多少钱 给市民看 给市民看 市民是认同的 刚才那位女士说 有一个特色的 我也很认同她说一句话 你做一些有特色的事情 他用中央停车场 这可能更加贴切 现在这个所谓的中央公园 我们现在在线上 有位黄先生 陈先生 陈先生 我是 我是 我在这里 是 谭博士 你好 四位团体的办事人 你好 你好 我来说 单说 中央公园的事情 大家知道的 不用再说了 我想问一问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黄都酒店 对落的那个运动场 再斜斜的那个广场 他们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那个运动场 那叫华士古大家玛花园 运动场叫做 塔石运动场 哦 原来叫做塔石运动场 我也不知道 原来是运动场 我以为是里面 是瀑布 你看不到 他一落雨 有两条水喉 两条大喉 在那里搏水的 就因为他天台 搞不定了 那玻璃屋里 那些工艺 那些政府公园 那些政府部门的人 怕他地下的电标爆炸 深水的 那特区政府用这么多钱 我想问问三位 基层的理事人 这么多钱 你们都没有 有一个问题就是 特区政府用这么多钱 都不会破产 为什么我们今次 加多7元给那些长者 特区政府会 那个基金会 社会保障基金会 又会破产呢 为什么你们三位 三位办事人 你们基层的 不同的长者 出一下声呢 那我就 谭博士 我是在这借你的 我是送 十六个字给我们特区政府 但是怎么样呢 我认为 我认为他跑了题 我们没有必要回答他 我回回正题 陈一平副会长 你这方面觉得 现在尽快要做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公帑 已经投放在那里 我觉得从使用上 那些设备 应该尽快去 无论是政府 或者管理公司 应该尽快去 令到那些设备 可以使用 让我们使用者 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除了这样之外 刚才我也有一点想说 就是环境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 都会通过楼梯出入 在环境卫生上 我们觉得 听到有人在那里 是 所以这个问题 由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在那里 代表着那里 可能有个隐蔽署 究竟在管理公司 在巡查上有些问题 应不应该搞一个录影机 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 起码多两盏灯 因为至少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安全问题 因为它可以在那里 进行这些 尤其是晚上 我10点后 11点后停车 我是女孩子 一个人 要走楼梯回家 那是否很恐怖 现在 是的 因为这个问题 可能是两道门 可能一个女士 或者女孩子 走进去的时候 其实真的 都可以说是比较危险 你从哪个地方去走 我们都会看到 沿路上去或者下来 其实可能 闭路电视也可能 有些四个位置未必知道 所以我觉得 除了刚才的设备 就是管理公司 应该去住 或者政府应该去 在这方面究竟 当初这些设备 其实有问题 还是说 后天一些不正常的操作 再来导致 这个应该去探讨一下 以及安全问题 因为浅上因素 其他都是浅害隔禁问题 安全问题 我相信到时出现的时候 是比较大的问题 即是你说死角 现在除了楼梯之外 还有其他地方是死角 我们楼梯 譬如正常有平台 下方的楼梯 直通直落 除了这个之后 可能有一些逃生门 那些安全门 其实是有些死角 为什么会有 有人在那里抹尿 这些全部都是 可能在密闭式 不是叫密闭式 两道门房 因为我们正常要关闭 其实就是那些位置 这些叫做 环境卫生的问题 管理公司发现这些问题 巡查的时候 其实一巡查就知道 那他们是否应该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 去清洁一下 我听说 现在换了新的管理公司 是不是? 刘主任 停车场那里是 就是 以前的公司搞得如何 现在公司会不好些 因为现在那间 都是刚刚数十天 那旧那间就无可否认 我们都收到很多居民的投诉 是的 亦都一些室内吸引的情况 都可以是存在的 那其实就是 都会感觉到就是说 管理公司 起码叫做交局都留意到 然后即时都更换了公司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至于硬件上的事情 反而其实正正是 我们居民希望 去准化完善的事情 就是你觉得监视器是不够的 是不是? 监视器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肯定是不够的了 也都正如刚才都交流的 就是说 究竟是他当初的佈局上面 他没有理由想不到 因为整个公园里面 他现在是10点半左右 10点还是10点半左右 就是会关门的 但是停车场 其实你的门 是可以上到公园的 只不过你出不到公园 你又要下去 然后再在其他门出 其实在整个管理上 的而且硬是有一个瑕疵 那就是那一句 究竟当初的部门 究竟他真的缺乏经验 还是还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 是没有这个想法 还是真的没有交流 因为其实… 因为他在公家的身份 他给了很多意见 尤其是他本身都会介绍一些布局 那方面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最大分别就是 因为后来也有听这个 单车的意见 所以当初 由单车径都没有了 因为本身那里的空间已经不是大 但是有单车又想跑步 什么都想折捎到这个公园的时候 那我们当时都给了这些意见 但是结果 有时都会发觉很多工程 刚才我们都不同的嘉宾都提及过 希望多些咨询 聆听 但是我们有时会觉得 究竟你咨询之后 你有没有真正感受一下 出来的效果 我们现在闻也可以 结果出来就是 大家都有事情要继续跟随 有时候都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在参与社团工作 真是为社区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比所有居民都会更加紧张 因为我们收到的 不是单一居民的诉求 或者是单一居民对这件事的使用 而是很多居民都想这件事 其实居民是有咨询的 胡宗杰理事长 你说不说 是的 我也想澄清一下 其实这个张公园 最初有一个基本的设计 当初有单车径 有泡布径 很多东西都想堆在这 做得很好 其实就是 后来就在观野街 那里有一个家务区 亦都公开了一个 过几两个月的公开资讯 你可以给予意见 可以电邮给他 亦都可以提出你自己的意见 问题就是这里 因为我也有给予意见 亦都很多人的意见 但最后意见终合回来之后 是变成了什么样子 其实没有人知道 到最后是否适合别人去使用 市民去使用 亦都没有人知道 就像刚才有一位小姐 也提到 她太太说 用金属 其实当初是没有的 所以是反映出 每一个市民 使用者有不同的取向 公园应该是怎样的 是否安全 还是全部用木材 还是开放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提法 只是政府在中间 怎样做到一个平衡 我相信咨询是有助 但是最后结果是怎样的 应该要给市民 大家再发表一次意见 因为很多咨询都是 咨询了 到最后改成怎样 没有人知道 只有政府 我们线上了梁先生 梁先生 你好 你对中央公园有什么意见 我说的 那些公共工程 本身 那些公共工程 本身的设计 每次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不明白 为什么澳门政府 就不去轮迫香港 找一些设计公司去设计 我想没有什么必要 澳门公司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好像 那些公共工程的设计 每次都会有问题 我们设计不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 施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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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塔石哥港城 漏水这么多年 每天在电视上播 说设计挺好 它是第一个人 所以我都不明白 它还可以 每天播出来的 然后那些京屋 你进过那些京屋 你会发现 一进去 日头不开灯 全部是黑咪咪的 那些是什么设计呢 是不是有问题呢 是不是不是以人为本的呢 一个这么大的中央公园 是不是应该有跑步 那些设计在那裡 完全是没有的 现在那些公园公园 不是只是被人进去坐的 是入 根本澳門这么小的地方 你就是被人进去 可能是锻炼身体 那些这样的作用的 但是现在不是 你想着那些 全部都是七六八十都进去坐的 或者呢 就是好像计算出来呢 那问题呢就是 质量又好像有问题 完全是达不到标 达不到标 然后呢 就加钱又好像又不行 要是呢 已经用了四亿多了 我想这样了 我们还有很多电话进来的 是 好多谢你的来电 我们下一位翁先生 翁先生 是 是 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意见呢 或者有什么问嘉宾呢 我想问问那个问题呢 就是说澳门的工程呢 行行都超标的 就说超标是怎样呢 你那个码头超支三十三亿 就算它超多十亿 你的市民又耐得它什么河 你出不出一句像啊 你什么什么的一句像啊 你什么什么的一句像啊 就是我的市民讲的那些东西 都是政府都说 你这些东西都说 你这些东西都是 当你报道啊 你都吹嘴啊 现在澳门的 完全没有人监管澳门政府的 这个要监管澳门政府啊 你市民监管澳门政府啊 你立法议员监管到澳门政府啊 所有澳门政府 每天都是那些东西都要治毫 所以呢 你以为哪些死何 再超支吧 十亿的又是什么所谓啊 是吧 好的 杜先生 我们有很多电话 鍾先生 很多電話 我們等下一位的杜先生說一說好不好 杜先生 是 你好 你好 你有什麼意見呢 現在對中央公園 這個情況就是 你現在說幾多億做了出來 你做到一個優質的產品出來 人家都可能可以接受 你現在說做了出來 就等於塔石廣場 做了很漂亮很漂亮又漏水 接著做到澳門彈跳 很漂亮很漂亮又漏水 但是不便宜的 你很多東西你可以去參考 比如你去廣州 人家廣州的公園多漂亮 是不是 那你根本上 你那幫人在亂奉錢 勝在老闆大把錢 那錢奉完之後 如果你說 但爸爸不給錢你會怎樣 你會想到怎樣的情況之後 那現在你看到的情況 輕軌油超支 北溫碼頭油超支 現在四億多元整個公園 又多問題 好了 之前說的那些體育設施 又出問題 那好了 出了問題之後 我給錢扔下去搞定它 那好了 誰去監管 這些東西 當然有人要問責 問責這些人你沒有 是不是這些人有免死金牌 不用死的呢 好了 你現在看清楚一點 那些低層的公務員 有時候第一個死才是死的公務員 那高官沒有死的 好了 還有 如果要監察這個政府的 誰可以監察這個政府呢 唯一可以監察這個政府的 就是立法局 那立法局做了什麼 立法會又完全做不到事的 只有九個直線預言 其餘的大部分都是保皇黨來的 那你有什麼可以通得過呢 那好了 那到了中央 中央又是不管 喝到你後面 怎樣玩也好 那你又看是怎樣了 你看現在的環境就是 真是你澳門街的人 根本上 有冤無路數 沒有得說的 你只是等到那天 澳門人真的要 錢就沒有了 那時候要紮著土壁 過完那下半輩 這樣就可以了 有這樣的機會了 好多謝杜先生的意見 我們還在梁先生的電話上面 梁先生 是 你在這方面有什麼要發表呢 是 我只是提一個意見 嗯 喂 我只是提一個意見 你說啊 你沙山電視的電視好做喔 我看你們的節目呢 我都看到什麼 他們呢 所謂一會兒 四個億又說怎樣 又說浪費又說貴 那些是不到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有什麼用呢 有這麼多人去審核 這麼多人去審核 我們之後呢 提出來你說 哦 你質量不好 應該怎樣做 是吧 你說如果有些 哪裏又說設備怎樣 就是怎樣設計 那些沒有用的 那些因為呢 要是呢 你就 將設計的時候公開給別人 看過之後 問過那些市民 等那些市民呢 發表意見 慢慢才做出來 要是就是這樣 因為你四個億那麼多 是吧 四個億那麼多呢 希望呢 市民呢 就一定是有得享受 是吧 有得享受 是真真正明 享受到 就是才 才好的 我覺得呢 先後那些人發言 那些 說了一些無謂的事情 就浪費了你們的電台的時間 好了 我也不妨礙你們 我就是這麼多意見 好 是吧 拜拜 我們暫時沒有電話 我們回頭 就是 有 胡祖傑 你覺得這方面 可以有什麼制度上 可以改善呢 制度上呢 比如現在設施 做得不太好 是否考慮 可以找另外一些公司 去徹底去維修 去執下一些缺陷 因為現在由原來的公司去做 可能有些時候 有時候有時 小收小報 時間學長得長 其實政府應該有一個時間 整個工程 讓其他人去做 執樓 執樓 到時的款項 就由原先的保股金 購回 因為其他地區都有做 保障了 要執樓的人 真的要徹底去執樓 因為很多時候 關於問題是 執得不夠認真 是的 又出現了問題 他又執 又這樣執 都不知道執了什麼時候 他不是沒有做事 他是有做事 不過做得很慢 做得很慢 還有時間拖得很長 這方面 其實直接影響到市民的民生 希望政府定一個更加快的時間 剛才那個建議 因為其他地區正在用 找第三間公司 全部執樓一次 幾個費用 從頭到尾第一次打算出來 政府給錢 政府不是沒有錢 其實現在政府的問題 剛才談過 例如樹木、草坪等 其實民主正在幫他們做這件事 其實民主正在做的 民主正在握著 民主作為第三方 民主作為第三方 正在處理現在的樹木 整個公園的問題 其實這個 當然也是在用公帑 但是本來的設計 是不是已經是 提供這些 所謂的陽春 就是只有這些 其他配置是不足夠的 是真的要等民主去參與 去保養這個公園 才去優化 是不是當初的設計已經是這樣 這個也希望讓大家清楚知道 梁主任 你覺得這方面 從制度層面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在微星上 我們也想說一下 其實在接下來的離島 都深信會有很多類似的 一個公共的大型設施 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 它可以在一些用家上 可以多走幾步 不是單單在一個地方 就當作一個收集店 或者去某一些諮詢地方 去諮詢員 但是結果出來的 都是用到當初那套 或者是設計者那套 你知道嗎 下一個大型就是影山湖大型醫院 因為 最怕人進去出不來 我覺得需要一些信心 畢竟澳門也是我們自己的地方 但是我想說回中央公園的情況 就是說 在一個設計者 有他想法的時候 但是真正用家的話 希望公務部門作為 是為澳門居民去設計 東西的時候 好好把這個關 他用一個使用者的角度 去走一個地方 說真的 你不要一個為了營造營造 假設剛才所說 那個籃球場 和足球場 你這麼小 一組人只能夠 已經可以把整個場 只要他由早上公園開到走 晚上走 你都不要離開那個場 基本上其他人是使用不到的 而第二件事就是說 都在游泳池 其實是盼望了一個暑假 有一個暑假的時候 真的好好地 讓我們知道一個時間秒 究竟他何時可以用到 因為當初這個泳池 不是單純泳池的功能 它是夏天泳池 冬天是一個觀景池 是呀 究竟現在是否因為 某些技術做不到觀景池 那你不如索性單純做泳池 是呀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情 真正正美居民 反正我一間半年 鑽池的話算可以了 還有圖書館 究竟現在 他連一般的傢俬書本都沒有 究竟有甚麼事 但居民是每天都可以見到的 是呀 你透過玻璃看到裡面空光光的 停車場也可以看到 是呀 變後 其實現在居民真正想知道 就是究竟中央公園可以怎樣做 例如剛才湖山華齋 如果這間公司已經這麼差 不如真的換第二間 去到收尾然後再做 如果可以去的話 就不會一年又一年失望 宋碧琦小姐 你有甚麼意義要補充呢 總結 其實現在中央公園 無論是塔石球場 或者是北安碼頭 其實這裏都是一些公共工程 亦都相信未來的澳門 亦都會再有很多這些工程投入 其實這些工程的原意都是好的 都是可以為民去使用 但問題就是執行上出現問題 所以在這個監管制度要加強 問責亦都需要 陳先生 陳一平 其實都很認同宋小姐所說的 因為問題是我們 每一項工程的投放都是用公帑的 是的 公帑用在不適當的地方 而且不適當的投入的話 其實真的浪費了我們市民的金錢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是否需要有個官員問責呢 是否需要有些人 在這件事上 其實我們未必說要追究甚麼 但應該有個檢討的機制在那裏 找到哪些人做得不好 我們應該進行檢討 沒有下一次 即是像北安那樣 問題目擊其實沒有封錠的 那接下來會有多少呢 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們為何要不斷不斷浪費這些呢 或者做一些後家工程呢 所以我們覺得官員問責是以後的規模 好了 我們今天的話題暫時到此為止 明星期五我們說的話題 就是都市情緒病的話題 就是賭場直夜班引起情緒病 今天就很多謝大家